野鄉公不嚴臭,養家靠雙手 雖然島野鄉聽起來好像行楓原的行業 但原來今時今日香港依然還有 黃鎮君就是全港唯一一個島野鄉公人 每晚十二點,很多打工可能已經睡了 而他才剛好開工 香港還有五個地點要倒夜鄉 一個在平石村旁邊一間廟 一個是深灣船廠的公廁 剩下的三個都在油麻地過欄 由於設計還停留在百年前沒有拼牌圈 廁所的大小異變就在貓廁下面的鐵盤 而他就要逐個逐個收集在膠桶裡再灑上消毒粉 每早八點才回家睡 下午五點又要起床 去花園街做另一份part time精結 加上島野鄉的七百千元月入萬二元左右 一家四口住深水埗百五尺劏房 月租二千八,對子女還讀書 他份量只是剛剛舊兒 組織台山的他,來了香港十幾年 初時在花園街十方 他不覺得島野鄉是苦差 只是說每逢大雨,有住戶轉用膠桶 水浸起來,桶沖出來 夜鄉夾雜雨水就很難清理 但他說只要自己有工作能力 都想靠一個人一雙手擔美投家 然後到達旁邊 差不多一雙手擔美